本分局辖内一间科技公司仓库遭窃嫌连续闯空门 损失约信台币40万元 经本分局以同心员方式调阅监视器及清查易销装场所 顺利在7小时内查获油性诚信嫌疑人道案 起租245公斤电缆线、电探机、大型剪刀及一级毒品、海洛因等张证物 警方在查获油性嫌疑人时 当天刚好也是他的生日 借嫌也直呼倒霉 全安依加重窃盗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依法移送罢办 大型剪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